各位网友 我现在 我现在 我现在在路上 突然被一个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一个是国安的人 国家安全局的人 开着不是警车的车 在追我 然后我现在没法直播 我只能拍一个这样的视频 我现在上场上去 我现在在武汉 我现在开得很快 现在他们在追我 他们一定是想隔离我 向各位求助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李泽华克里斯 今天是2020年2月19号 自从英勇和王忠林 接任了湖北省委书记 和武汉市委书记以来 武汉市的全城的 这个封锁情况 变得越来越严格了 There are lots of patients or suspected patients in the community They are not yet concentrated the quarantine So I'm going to try to get there and to report to bring something to you guys 突然被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一个是国安的人 自从我来到武汉到现在 我的所作所为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各法律条文规定的内容 我现在身体一切良好 体格非常健壮 我不愧于自己 不愧于我的父母 不愧于我的家庭 也不愧于我毕业的 中国传媒大学 不愧于我学的传媒 我也无愧于这个国家 我没有做任何国家不利的事情 我李泽华今年25岁 中学的一篇文章 鲁迅的 叫做《中国失去自信力了吗?》 里面学过这样的一段话 我一直把它分为闺孽 鲁迅说 咱们中国自古以来 就有为民请命的人 就有拼命硬干的人 就有舍身求法的人 这才是中国的脊梁 我不愿意吞探维亚 我也不愿意闭目射听 不是说我没有能力 好好的老婆孩子热看头的生活 我当然有能力 我为什么要从中央 这台辞职 我为的就是 希望中国有更多的年轻人 有更多像我一样的人 能够站出来 不是为了要起义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我们说两句话 就反党了 我知道理想主义 在那一年的春夏之交 已经破灭 定作 已经根本没有任何作用了 现在的年轻人 上B站 上快手 抖音 刷着每天各种社交媒体的人 可能根本就不知道 曾经历史上发生过什么 他们觉得 现在所得到的历史的结果 就是他们所应得的 我想每一个人 都是楚门 当自己发现了 那个电台里面 传出了奇怪的讯号的时候 当你发现那扇门的时候 你出去绝对不再回来 我非常理解 在外面的你们 你们的执行命令 但是我也很同情你们 因为 当你们在 在无条件的 无理由的支持着 这样残酷的命令 和执行这样的命令的时候 终有一天 这种残酷的命令 将会降临在你的头上 我准备开门了 这付是780 但是如果在饿了吗 上或者在其他平台上买的话 每一个单品要加两块钱 是需要多花342块钱